哈囉我是阿傑西 歡迎回到週末電影夜的Podcast 今天...欸你是誰啊? 欸我是EM 欸好你又來了 好好ok 總之今天我們看了一部 什麼我差點要講恐懼的總和 骨肉的總和 Bones and O 對它是一部 奇妙的電影 奇妙的電影 我覺得 這部真的蠻妙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它有沒有打到大眾 因為主角是甜茶嘛 所以大家可能會知道這部電影 但是大家不見得知道導演是誰 然後大家不見得喜歡這種題材 因為畢竟還是限制級的 那我覺得這個導演 他這個導演是之前拍那個嗎 那叫什麼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Call me by your name 那我覺得他其實都可以把 一個感覺是很文藝的東西 拍的算是還有抓住商業的核心 對我覺得... 對但是他很知道 觀眾要想要什麼 年輕文化想要什麼 流行想要什麼 但他本質上他就是一種 他那種... 做了很久的傳統工藝的老將那一種的 然後他就會... 他知道怎麼做出那個好東西 但他又很愛指著你的鼻頭 跟你說教的那一種人 我感覺導演就是這種人 對... 其實他拍那個叫什麼去了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時候 他在結尾啊 還有什麼時候 都會做一個結語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這部片不是在結尾啊 在中間就出現那種... 中後段嘛 就在跟你講那種道理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都不會是用隱晦的方式跟你講 嗯... 或者是用劇情推敲 讓你知道是角色那種醒悟還是什麼 對... 發生了一件事情之後的醒悟這樣子 嗯... 那這部片的整個調性就建立在... 我覺得算是... 有...有抓得不錯啦 我覺得三頁跟藝術有抓得不錯 雖然可能是... 在這個光譜上他是偏藝術一點點 你覺得他還是比... 比你的名字呼喚我還要更藝術對不對 因為題材實在太那個... 太少見了 對...又獵奇 而且... 公路電影本身又不是很大眾的東西 而且他就是公路電影很搭... 驚悚很搭... 呃...我想一下... 愛情嘛 嗯... 公路電影本來... 還好像都是蠻多久愛情 對... 驚悚愛情這樣子 對阿...結合這種元素在裡面這樣子 其實... 本片故事就很簡單嘛 就一個女主角嘛 她就... 她是食人母 她食人組 她需要吃人 然後她就... 路上遇到甜茶 然後兩個人... 出發旅行 然後要找尋自我的故事 我覺得這部很... 很藝術片的方面就是... 其實你不知道這部要幹嘛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藝術片的大方向可以講說就是... 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故事走向 他沒有一個目標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哪一個影評說那個... 皮克斯最像藝術片的電影是... 料理書王 因為他並沒有一個... 明確的目標 通常你想動畫片... 他們都會有一個阻止 他們要... 他們要完成一個任務 他們要打敗敵人 他們要達成什麼夢想 他們有一個終點 可是料理書王他其實... 他們的... 夢想一直在達成 小米一直在完成這個東西 然後你仔細想這一部... 其實... 女主角要追求的東西 其實中間就追求到了 但是... 這是他想要得到的嘛 好像也不至於 然後男主角要得到什麼嘛 我們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就... 看著他們... 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不知道... 可能要領悟自己的東西 可能要看他們生活上有什麼衝突之類的 我覺得這點就... 很藝術 所以你會覺得這種... 題材會對大眾來說會比較昏昏欲水 就是沒有... 那麼... 那麼吸引人嗎 你就會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 的確是會有這樣子的那個... 會有這樣子的那個啦... 效果這樣子 效果 對 而且因為我覺得... 藝術片他可能有一個... 他核心阻止會要表達的東西 所以他就是要去... 反覆的辯證這樣子 跟你說... 少了什麼東西的人會是怎樣 然後... 有了怎樣的東西的人會是怎樣 對 所以在這樣子... 他把這樣子... 這些人用在這個環境中... 彼此相遇碰撞這樣子 產生了怎樣的... 影響和對照這樣子 給你去看這樣 但是你... 對一個... 對這個觀念不是很了解的一個... 觀眾來說這樣子 我們會去注意的不是這些東西 第一次看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是... 會去注意的是影片中的驚悚元素啊 愛情元素啊這樣子 男主角很帥啊 然後女主角很漂亮 說實在的 我覺得導演那個... 把很多畫面都拍得很像... 時尚雜誌這樣 女生的穿搭 我覺得女生... 尤其是女生的穿搭這樣子 因為男生的穿搭可能是... 為了配合影片要講的東西 有時候穿得比較... 歡淡一點這樣子 又比較怪異一點 但女生的穿搭幾乎都是很像... 你把畫面截圖幾乎都是... 時尚雜誌的封面這樣子 只是他沒有配上那個LOGO這樣子而已 對... 那我自己覺得... 欸剛才講哪裡了 講到哪裡... 沒關係... 我想要先講回導演嘛 導演比較紅的第一部是... 那個嘛... 影音的名字呼喚我嘛 他前陣子拍一部叫自喜 是一部邪教電影 是很... 是真的就直來直往的恐怖片 可是他也是... 偏橫藝術 他的題材也不是很大眾 你也是... 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幹嘛 他結局... 很荒謬 可是也沒告訴你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 我很推大家去看 真的是很屌的恐怖片 他兩個... 兩個半小時還兩小時四十分嘛 很長... 有夠長... 劇情片 可是你會看到一些... 讓你... 讓你很... 很驚訝的東西 然後你... 你... 你... 你無法在其他恐怖片看到那種畫面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部他就是感覺把前面這兩部 他的比較熱門的片結合起來 就說我要拍... 拍一點愛情的東西 我要拍一點奇怪的東西 我再拍一點獵奇的東西 這樣子 真的在其他片看不到嗎 真的看不到 眾下眼也看不到嗎 我看不到 他是一種... 他是... 我不劇透 他就是... 他除了畫面很荒謬 他的概念題材很怪 他的拍攝方式也很怪 有比眾下眼還怪嗎 有...有比眾下眼還怪 其實眾下眼是... 我覺得是... 故事... 劇本寫得很好 然後畫面其實也很漂亮 可是... 他用了一種技術 那部片用了一個... 窒息用了一個奇怪的拍攝手法 讓他的畫面很...很...很...很詭異 讓你很不舒服 我不... 他不是什麼... 很跨時代什麼... 喔阿凡達3D 不是那種很奇怪的東西 他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攝影技巧 可是... 鏡頭倒過來 對... 沒那麼... 又沒有那麼簡單 可是...就是會讓你很不舒服 我覺得那邊又做得很好 又很好 講... 這部片講太多 就是推薦大家去看 愛恐怖片的人去看真的很值得 然後... 我覺得這部... 恐怖元素就還不錯 我就覺得我這部 我當初期待是會更噁心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期待 就是... 這部會更可怕更噁心 可是好像其實... 並沒有... 我得到的是更多愛情元素 我得到的是很多更好的文系這樣子 對... 但我覺得驚悚的部分 這部片真的處理還不錯 對... 你看... 他第一場戲...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 對...直接劇透了 直接劇透部分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你那時候跟我說 一開始搖手指 你覺得你覺得還好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 我看兩遍了 我看兩遍我都覺得那不... 那邊讓我很不舒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是看很多變態奇怪的東西 對... 好像看什麼奪魂巨人行武功 看到都快睡著了 可是這個... 我覺得他... 我不知道是因為一鏡到底嗎 加上那個女主角... 不是女主角... 女配角... 被咬手指的人的尖叫聲 真的讓那個畫面很可怕 還有咬掉的凡事吧 因為他是... 他很像那種... 別人在說什麼... 不要戴戒指打保齡球那種... 嗯... 因為你的手指肉被... 對... 他很像吃雞腳那樣 對... 他剩骨頭 他上面的皮肉 我全部都啃下來 我覺得很逼... 那當然可能是很逼真 加那個尖叫聲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滿逼真的 但是... 我當初那段 我不會覺得很噁當 我有被嚇到 因為我以為是那個黑人女生 是要被吃掉的 因為... 因為他被女生邀請到一個家嘛 對... 因為我當初對這支片 完全沒有任何了解這樣 所以我以為是 他們要被那一群那個... 女生吃掉的 結果不是這樣 這一段倒是有嚇到我 然後後來他們不是... 女主角... 呃... 遇到老先生嗎 遇到老先生這樣子 那個老先生那個叫什麼 S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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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演員真的演得不錯 那個驚悚氛圍就是... 拉得還蠻高的那一段 我自己本身是還蠻喜歡那一段戲的這樣子 可是那算驚悚... 對那算驚悚的就是... 我覺得那段第一次看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要... 我正在學習這個世界的東西 就是... 原來不只他一個 原來... 然後原來他聞得到對方 就他... 他在慢慢建立這個世界觀 他在建立他們的規則 我覺得寫得很好很自然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的是正常的 怎樣的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是第一個遇到的... 對第一個遇到... 對第一個遇到的... 第一個遇到的失人族這樣子 對... 他又有點像導師的身分 但是他的表現行為 對... 又以正常人來去判斷 又有點... 詭異這樣子 對... 所以但是... 他們的角色又不是正... 他們... 他們自己定位他們不是正常人這樣子 他自己內心還是把自己覺得 不是正常人這樣 所以... 他就覺得... 蘇利這樣子是不是一個很... 正常的表現這樣子 他自己是這麼覺得這樣 所以... 他... 一時之間無法判斷就是... 蘇利是有攻擊性的 還是沒有攻擊性的 對... 因為... 我在看整部片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個過程就是... 如果我自己是... 不是過程 會有一個想法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自己是... 食人族這樣 嗯... 那我遇到食人族同類的話 其實我是不太敢靠近的這樣 因為遇到一般人 我自己可以選擇我去攻擊他嘛 對... 但遇到食人族同類 我很難保證對方不會攻擊我這樣子 嗯... 你覺得... 他的確是有... 吃東西的本能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會選擇就是... 盡量不會去跟同類好嘛 對... 如果以... 我們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嗯... 所以就會... 所以他每當遇到一個食人族同類的時候 他們其實... 自己都會有點擔心 對... 就算包括後來填茶 遇到其他食人族同類 其實自己都保有戒心這樣 對對對... 都離他一段距離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 這本物片結合公路旅行最好看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會一直遇到同類這樣子 嗯... 所以他們一直遇到同類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驚悚感 就是... 欸...他們那個同類到底是不是帶有敵意了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這部片... 好看... 比較散業一點的元素 又有點驚悚的元素 嗯... 而且導演又發揮的比較好的地方就在這裡這樣 對... 我覺得... 我們可以先把蘇利的... 部分講完 蘇利真的... 真的演太好了 這個演員是之前有拿最佳 奧森卡最佳男配角的 他就是這部演一個... 他媽的怪老頭 真的奇怪的人 可是又不是完全的... 反派角色這樣 他就只是很...很怪 然後... 我覺得他的... 真的他說話的方式啊 他選擇的台詞跟他的肢體語言真的都... 太可怕了 就太毛了 就很適合這個角色 對...又不是... 可是又不是讓你覺得... 你給我離我遠一點 你這個瘋子 這就是... 他剛好在中間就是... 他是很奇怪嗎 還是他真的... 不是... 他是... 他其實是好人嗎 只是他行為有點奇怪 還是媽的 他就是個怪人 你要離他遠一點 我覺得... 除了結尾以外 他中間真的讓你其實不知道 你至少有一隻很有禮貌 說... 其實我不太好 這感情這邊是雙面的 對...這樣子 對... 因為... 他... 他要表達... 他在整部片影片的角色就是... 他是有點像導師的身份嘛 但是他自己缺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被陪伴這樣子 他是... 長期一個人旅行 所以他自己就變得有點孤僻 有點冷僻 對... 然後他甚至會用第三人稱去稱呼自己 對... 蘇莉... 蘇莉覺得不太開心 蘇莉... 你不喜歡蘇莉... 蘇莉想睡覺了... 蘇莉想睡覺了... 喔... 他整部片他就是一直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稱呼自己 對... 但是他後來他就講了這樣子 蘇莉只是想被理解而已 對... 因為他實在太孤單了 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去旅行這樣 他已經變...真的變成... 野生動物... 因為本性這樣子 對... 所以當他... 我可以爆雷了吧 已經爆雷了 直接爆雷 那後來去攻擊女主角的時候 他也說... 他後來有一段是要跟... 邀請女主角跟他一起去旅行 對... 他有講就是說... 我們一起晾衣服 這個... it mean something 代表著什麼這樣子 就是... 正像就是... 該怎麼講就是... 不是有一些片會有拍那種... 校園裡被霸凌的一些... 嗯... 可能是... 要拍一點的同學這樣子 嗯... 然後可能就是... 班上有一個女同學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對他示好這樣子 我... 他是不是喜歡我... 對... 在前面過分 但是... 我覺得他有點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因為他孤單久了 對... 遇到同類... 遇到同類... 對... 還是覺得這個人是對他有意思這樣子 對他來說就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他就... 我覺得他... 他就代表滿原始的一個需求 就是自己也需要被認同被理解這樣子 對... 然後... 他因為沒有被... 他就缺少了這個要素這樣 他雖然能滿足自己的食慾 他可以到處狩獵 但他就是沒有被需求到... 他這一方面沒有被滿足過這樣子 對... 就是變得一個行為比較怪異 雙外表穿著的是... 他穿著像... 穿著像人一樣這樣子 對... 就像個一般人一樣 也其實也不一般啦 他穿得... 該怎麼講 我覺得他介於... 介於一個很中間耶 跟男主角... 亂搭的感覺 對... 他又介於在一個比較中間... 中性的一點 對... 他感覺... 試圖融入... 又沒有很融入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 蘇莉這個角色這樣... 建立在這個上面 對... 像男主角他是... 我有看導演的訪台 就是說他... 男主角是會把... 食物的... 東西拿來穿的人 所以他... 一開始戴的那頂帽子 就是第一個... 我們在鏡頭上看到他吃... 他第一個吃人的... 他的帽子就是他拿的 所以導演有說這就是... 每個... 真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習性嘛 像蘇莉是... 拿頭髮一樣的... 對...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方式... 遊戲規則這樣子 他超變態的 他還會收集... 他吃過每個人的辮子這樣子 對... 然後綁成一大串... 你來拉拉看... 他不會斷喔... 他跟我屁事 我跟我變態的... 我還... 那一段你開始還會覺得... 他是個正常人 對... 我還是覺得正常人... 就蠻好笑的 他那時候... 穿著內褲亂走... 然後嘴巴還有一塊肉... 掉到沙發上... 就... 喔好棒喔... 無害的老頭... 看第二次就... 喔不對喔... 這個有點奇怪喔... 這樣子... 我想... 最有趣的還是要談那一段... 那個... 遇到那兩個... 年輕的... 不是年... 不年輕... 他們在... 火堆旁邊喝酒... 對... 那一段... 一個很奇... 很奇妙... 我就覺得... 這段真的很奇妙... 這段真的有很多方式可以解讀... 對... 原始屠夫的感覺... 一個人像那種... 穿著屠夫的那種... 對... 就原始... 另外一個穿得很像... 文明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從他們的對話... 發現就是... 其... 其中一個是警察嘛... 然後一個是... 我們就叫原始人... 他比較... 他比較... 像野蠻... 然後他笑聲也是很奇怪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是... 他說他那時候在吃人嘛... 然後他就... 警察就發現他在那邊... 然後... 警察發現他沒有要阻止他... 反正說要不要來加入這樣子... 所以他們那邊解讀... 就是兩個人就開始... 一起去殺人跟吃人這樣子... 對... 而且警察是正常人... 對... 然後這邊... 對... 所以這邊就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對... 然後那時候女主角就很氣就跑走了... 我覺得這邊就在講說... 女主角... 他不得不吃人... 因為他天生就這樣... 他的天性就是這樣... 可是他覺得... 他還是覺得... 吃人是不好的嘛... 對不對... 他覺得他還是... 這還是在殺人... 雖然是天性... 然後他覺得... 你這個王八蛋... 你是正常人... 你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吃人... 你這樣做就不對... 你是... 你對... 你還這麼enjoy... 我明明... 我這麼難過... 我還不要... 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 對... 我就這邊在講這種事情... 然後他裡面... 到那個什麼... 去... 骨肉的綜合... 對... 就是你要吃到... 帶骨的肉這樣子... 才整套... 整個都吃完... 整套吃完... 你才會整個人不一樣... 對... 那... 其實我自己在看... 我後來在想的時候... 我才想到就是... 他說整個人不一樣... 大概的概念就是... 像那個野蠻人嘛... 野蠻人他自己就穿的... 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他就穿很原始的樣子... 對... 就是因為他吃過整套的綜合... 這樣子... 就骨肉的總和... 他已經嘗試過這個套餐... 惡魔的套餐... 對... 所以他已經變成... 最原始的樣子... 什麼... 馬斯洛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本我... 對... 然後... 那個一般... 那個什麼... 正常警察這樣子... 他就是... 有點試圖... 要到本我... 但是因為他基底還是文明這樣子... 所以他的... 穿著那個樣子... 還是很文明的樣子... 對... 他... 他也自己說... 他自己沒嘗過那個嘛... 所以他的樣子... 就跟女主角比較像... 對... 女主角就也是沒嘗過... 骨肉... 惡魔的套餐... 然後我就稱為... 惡魔的套餐... 對... 他還沒吃過... 我們馬騎馬這樣... 對... 爆雷... 不要一直... 亂爆雷... 亂爆雷... 對... 他那個時候... 還沒有吃過... 所以他穿著最像... 正常人... 然後男主角... 算有吃過... 但他內心很抗拒... 不願接受這個... 自我這樣... 所以他穿著介於... 正常人... 和不正常之間... 雖然還是很潮這樣子... 對... 但是有點不搭啦... 我自己覺得... 跟女主角比起來... 他的樣子... 我會是說... 你會覺得... 整套有點違和感這樣子... 因為他... 曾經吃過... 嗯... 他... 骨肉的總和... 但是他自己很抗拒... 那種罪惡感... 籠罩著他這樣子... 嗯... 因為... 像是那個野蠻人... 他已經完全... 接受了自己的那個... 對... 他吃東西的那個... 習性... 對... 他不會覺得... 帶有罪惡感... 跟那個蘇利是一樣的... 他們都不會帶有罪惡感... 對... 對... 但是男主角... 其實... 吃了那次... 他是帶有一點罪惡感的... 包括... 我可以直接講... 對... 他吃的是他爸爸這樣子... 嗯... 那吃的當下... 因為他滿足了... 他自己原始的欲望這樣子... 嗯... 他覺得很爽快這樣子... 對... 但是他自己... 又被那個... 罪惡感給征服... 覺得... 我是不是個壞人這樣子... 嗯... 到死... 他其實... 還有點疑惑這樣子... 嗯... 對... 他到死前... 他其實都... 還在問說... 我是不是個壞人這樣子... 對... 對... 男主角... 其實你可以看到到最後... 其實... 我覺得他也還沒有... 完成他最後的蛻變... 因為... 他的樣子... 還是有點像是... 社會... 社會人這樣子... 他被社會拘束這樣子... 嗯... 所以他其實最後還是... 他是... 其實最後沒有那麼接納的... 沒有那麼直接吃掉... 對... 男主角這樣子... 對... 因為男主角那時候... 受致命傷了這樣... 嗯... 他不得... 對... 代表他愛他... 因為... 我覺得這部片講的蠻妙的... 就是講到... 食色性嘛... 就是... 對... 這是我們的本性這樣... 所以食慾和色慾... 其實都... 有時候... 當一個到達極致的時候... 兩個混在一起... 其實是有點類似的... 嗯... 所以他就說... 你愛他... 你愛我... 所以你把我吃掉... 這種概念這樣子... 對... 你愛我到極致這樣... 那... 本部片... 我自己覺得就是... 女主角就是... 比較像是社會人嘛... 你把他當作社會人... 野蠻人就是... 已經到達就是... 他已經是... 完全犯卑自無了... 對... 施人組了... 真正的施人組了... 然後... 那個叫什麼呢... 男主角代表的... 就是在中間... 對... 那... 他是... 抗拒自己的本能的... 嗯... 對... 那... 梳麗雖然是... 他接受了自己的本能... 但是因為他的... 他有一個需求... 就是被理解... 這個需求... 是沒有被完成的... 對... 所以他就是... 缺少... 卻他還是... 還沒到完整... 很怪這樣子... 嗯... 那我自己覺得... 導演最理想的狀態... 應該是... 食人組這樣... 我自己亂推測的... 對... 那個野蠻人這樣... 對... 我覺得還是要講說... 還是我們要... 呃... 怎麼講... 這還是天性嘛... 所以很多人解讀這部片... 就是... 就是...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 他們跟... 大多數人不一樣... 所以要怎麼接受...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部片... 很多人都是這樣解讀... 就是他有一點在... 影射... 同志這樣子... 對... 反正他們以食人組的角度說... 我們還是... 到底是不是該... 接受這個... 我覺得... 他們就是處在一個... 很尷尬的地方... 你要完全... 蛻變成... 你要完全... 完全... 那個叫什麼... 尊從自己的天性... 可是這樣子會傷害到人... 還是你要跟自己搏鬥... 自己很痛苦... 但是... 你是遵從社會的... 社會的規則走... 對... 所以他這部片就是... 大家都在掙扎... 大家都要找個方向... 就是... 他有一點要講的就是... 社會... 社會大部分人... 可能都是有一個... 呃... 就是大部分人可以遵循的一個樣子走... 但是... 有一些人... 他們... 天生是什麼樣子... 可能比較... 不符合... 現在的社會規範... 就是像死人主嘛... 對... 所以他們可以互相... 聞出彼此... 那有一段男主角... 在原遊會... 他就聞出了... 一個... 同性戀的人... 對... 不是... 我覺得他要表達... 不是說... 同性戀很怪... 像死人主一樣... 他是說... 同性戀好像... 也是天生的... 也就是他... 也就是說... 就是... 你可能會有... 某一種特質... 然後... 這個特質... 比較明顯的時候... 你可能... 這個傾向... 會比較高一點... 同性戀的傾向... 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嗯... 所以男主角... 就聞出了那個... 一個同性戀人這樣... 嗯... 所以有些人... 天生來就是... 會比較傾向... 他可能會跟... 同性的人... 好一點... 或跟想... 跟同性戀的人... 做色色的事情這樣子... 對... 就是他... 他又講的有點... 類似這個樣子... 這不是說... 就是說... 我們的... 傳統的概念... 是被我們... 社會給約束住這樣子... 對... 這次還是要講這個東西... 對對對... 然後... 那些同性戀的人... 他們...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為了在這個社會下... 對... 他們掙扎... 掙扎... 掩蓋自己這樣子... 那他們有些人... 接納自己這樣子... 就像我們在... 外面... 遊行上... 我們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 他們... 有些是比較... 呃... 可能最... 接... 比較... 呃... 奔放自己的這樣子... 對... 然後有些就是... 還是會比較... 傳統... 對... 拘束... 對...拘束一點點的這樣子... 就是... 對... 這片我覺得就在講... 各個階段這樣子的人... 對... 那我覺得... 我在想... 導演在... 我自己一直覺得... 這個導演... 真的有點像那種... 會... 就是... 愛說教的那種老人...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導演最追求的可能... 還是那種... 野蠻等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 嗯... 對... 我大膽的猜測... 大膽的猜測... 我覺得這部就是... 故事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說電影... 真的其實... 你... 50個字你就說得完... 但是他的重點... 在每個角色的立體程度... 他在講... 每個角色... 他們... 他們的日常對話... 怎麼變出這麼多... 複雜的東西... 其實他們經歷的東西... 都很簡單... 我們到一個地方... 我們來聊天... 我們到一個地方... 我們發生衝突就這樣... 對... 我突然想到那個... 主角他媽媽就是... 代表被... 社會價值... 逼瘋的人... 對... 因為他們這些人... 為了越追求... 社會價值... 就越不認同自己這樣子... 導致... 他們覺得自己本來就是... 不該被愛的人... 不該被... 重視的人這樣... 所以他們的... 深入只有死一條這樣子... 對... 他在講的東西... 就還蠻明確就是... 我們不該強把一些... 社會價值觀... 壓在某些人身上... 導演有點想要表達... 這一種東西... 我自己覺得... 對... 就是... 變到很極端的時候... 有些人甚至是... 有點太... 八點檔... 我覺得整部片的... 調性都很棒... 可是那邊真的太... 太... 太...戲劇化... 我不喜歡... 就是他... 他那時候在... 給他讀他的信嘛... 然後那時候是... 媽媽的旁白在... 在唸給觀眾聽... 然後那時候女主角也正在讀... 然後剛好唸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媽媽突然衝出來抓女主角... 那邊好... 因為有點... 有點像一般大眾恐怖片... 有點... 然後唸到最後一句話... 我來解脫你要衝過來... 好吧... 對... 我覺得這部片... 大概就這個地方讓我出戲... 然後... 還有就是... 我覺得一個... 不管是這部電影... 還是其他的... 這種奇怪電影的... 就是... 怎麼講... 他們的命名法... 比方說你有看殷屍路嗎? 沒有... 反正殷屍路是殭屍嘛... 對不對... 可是在那個... 殷屍路的世界觀裡面... 他們叫做Walker... 就是他們的殭屍稱作Walker... 走路的人... 我不知道台灣翻譯叫什麼... 然後想說... 他們就叫殭屍啊... 怎麼大家都統一一起叫他Walker... 是... 哪天... 新聞報的說... 不要叫他殭屍... 這個不禮貌... 我們要叫他Walker... 對... 然後有一部... 更極端的例子是有一部... 片叫第五毀滅... 他是小說改編的... 然後是外星人入侵的電影... 然後... 反正那個外星人... 他會變成人類的樣子... 然後所以... 大家都稱為... 他叫The Others... 就是... 其他人這樣子... 他說... 怎麼大家都統一稱呼這個是... 新聞報道... 又在說... 不要叫他外星人... 不禮貌... 不行... 這樣政治不正確... 我們要叫他那個... 然後這一部片... 這部片... 大家都統一叫他們Eater... 吃東西的人... 然後台灣翻譯叫... 世... 世人族... 對不對... 世人族... 本來就Eater... 我就想說... 如果只是其中一個角色叫Eater... 就是... 一開始是老先生先帶出這個詞的... 好像之後... 幾個人也同樣帶出這個詞... 就覺得... 嗯... 怎麼...大家為什麼統一... 他們是有一個... 秘密協會... 一起說... 我們要叫我們Eater... 我們不能講其他名字... 我們不能講... 食人族不好聽... 不要... 我們叫Eater... 怎麼大家都這樣講... 你這樣講... 感覺可以有拍成... 那個什麼... 影集的情地喔... 說不定有一個秘密公會... 秘密公會... 有什麼... 有什麼很大的世界公會... 七大... 七大眾這樣子... 七大頭... 七巨頭... 對... 哪個國家有秘密... 秘密會... 然後他們會通常殺人... 給他飽餐一頓... 對對對... 蠻有這樣子的權利喔... 對啊... 說不定是這樣被命名的... 對啊... 對啊... 這小事而已啦... 還好... Eater... 大家都叫他Eater... 比你這樣講才發現... 對... 蠻有趣的... 我會... 這種東西出現在電影... 為什麼大家都這樣講... 就叫Zombie就好... 就叫殭屍就好... 你幹嘛取其他的名字... 他們... 他們世界觀... 都沒有看過電影... 對... 那時候是... 80年代... 他是... 1970年出生... 然後他一直說他18歲... 所以是... 1988年... 那時候應該已經有那個... 恐怖片了... 對啊... 怎麼會看過一些... 什麼... 主的名稱也已經知道了... 對啊... 應該已經有了這樣子... 看一些書或一些... 電視... 他那時候已經有電視了... 我猜應該都... 大概有點... 聽聞了吧... 對啊... 好... 反正我們做個結尾... 就是... 這部片真的還有... 配樂真的很好聽... 啊... 配樂讓我想到段貝三... 就是那種... 簡單的吉他和弦... 然後就是帶整部片這樣子... 對... 然後驚悚的時候就突然去... 對...很奇怪的... 很劣奇... 然後有時候會有那種... 像雜音的音樂... 很酷...對... 我很喜歡... 我們拍攝手法也... 對... 好像是底片拍的... 所以他的... 他的比例不太一樣... 跟一般電影不太一樣... 他比較窄一點... 對... 所以有一種老電影的感覺... 就是很漂亮... 對... 那... 我也在做個... 我自己的總結... 其實我當初去看的時候... 一直覺得... 我中間會睡著... 因為我以往看公路電影的經歷... 是... 十部有九部好睡這樣子... 對... 公路電影... 我大多都覺得... 很好睡這樣子... 嗯... 完全不知道要演什麼這樣子... 我上次... 看過... 我目前最喜歡公路電影... 我是羽人這樣子... 哦... 對... 那是我少數沒有睡著的一部... 公路電影這樣子... 對... 那... 這部片我也沒有睡著這樣子... 那如果... 羅根也算公路電影... 他應該也是...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部了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 他意外的沒有讓我想睡這樣子... 對... 他節奏還都蠻快的... 每個事件其實... 也都蠻有吸引人的... 對... 對... 然後... 畫面都蠻漂亮的... 尤其是... 男女主角... 真的都是... 私善雜誌封面的... 人物這樣... 對... 那... 我自己是算... 推薦去看... 值得一看... 真的值得一看... 真的... 推給一般大眾嗎... 嗯... 好像可以試試看... 對... 我覺得一般大眾... 看不會覺得說難看... 對啊... 如果你是為了填茶看... 好... 去看沒問題... 他帥呆了... OK... 沒問題... 對... 然後要血腥... 其實沒有到很血腥... 還好啦... 撐過一開始... 我覺得後面都是還好啦... 就吃個肉而已... 為了舒立... 對... 我想照女生看那段... 會多不舒服... 這部對女生來說... 我就會很不舒服... 他真的... 太噁啊... 流口水啊... 一直壓在他身上... 講一些奇怪話... 太恐怖了... 太奇怪... 太噁... 我自己看的都很不舒服... 那一段真的是... 叫鬼異... 對... 但... 我再補充一個... 我自己覺得... 舒立就代表著... 因為他... 那一段我自己覺得... 好的地方是在於說... 因為舒立他年紀也大了... 他可能自己... 無法去做戲行為這樣子... 所以他... 然後... 壓著女主角的時候... 他... 他當下其實... 下體是... 我就有在動的這樣子... 但是... 他... 他想要佔有這個人... 但是... 他... 又沒辦法去... 做... 就... 幹他... 對... 他沒辦法... 對... 他就沒辦法去做這件事這樣... 然後... 所以他... 但他到極致的時候... 他其實又有點想吃他... 但是他又不能... 他又不想吃他這樣子... 所以他最後能做的事情... 就是... 躺在他身上睡覺這樣... 對... 舒立想要睡覺... 舒立想要睡覺...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段... 我自己覺得... 演得還蠻好的... 編排也... 編排得還蠻精妙的這樣子... 嗯... 對... 舒立想要睡覺... 好... 大概就這樣... 沒事... 滿分10分給幾分? 滿分10分嗎? 我給應該... 7分左右... 7分喔... 我給8分... 好... 就這樣... 要不要來個YouTuber的結尾... 那個... 記得按讚訂閱加小鈴鐺... 那個... 頻道會員還沒開啟呢... 之後... 之後開啟的話... 請那個... 各位乾媽乾爹... 不要吝嗇這樣... 喔唷唷... 好棒... 可以做好棒... 好就這樣... 掰掰再見... 掰掰...